遮瑕前 遮瑕中 这是我上完遮瑕液之后的一个状态 脸上的瑕疵呢基本上已经完全拆戴了 但很多人到这里呢已经终止了 已经结束了 就觉得瑕疵织完之后已经大功告成了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做法 你还缺少了一个最主要的步骤 那就是定妆 但是像这种大瑕疵皮的一个定妆方法 与那种脸上没有什么瑕疵 没有使用过遮瑕液的一个定妆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今天就教给大家瑕疵皮 如何定妆才能让我这个体妆更加的服贴 并且使用过遮瑕液遮瑕膏的一个部位 不容易养化化妆粉卡粉 其实定妆产品的种类呢是非常多的 我个人是比较习惯用作散粉的 最好选择这种粉质超细的 涂上直红的是那种透明的 没有太大的粉质感 用的时候可以倒在这个盖子上 拿出来你这种打湿的美妆蛋 重重的按压 然后在一个瑕疵比较多的部位 使用烘焙定妆法 就是哪个地方你涂了遮瑕液 或者说遮瑕膏比较多 你就在哪个地方呢 重重的去按压 可以用美妆蛋上面的多余的粉 就是你刚刚用剩下的 或者说用一个散粉刷 抖掉多余的余粉 轻轻的摁在脸上 正好你这些部位 然后都上完之后的话呢 再把这些烘焙的地方 少掉余粉 到这里呢还没有完 因为你再拿出来 这个打湿的美妆蛋 最后再沾起一下这个散粉 这个时候美妆蛋上面 这个粉一定要均匀一点 而且把这个表面多余的粉 给它弹掉 再重新的按压一遍 这一遍的话 主要是要给上一些浮粉 就是你刚刚分泌过的这些部位 可能表面的话 还是有一些余粉 然后你再把它给按压进去 另一方面的话 就像有一些边边角角 包括这个眼头 它可能刚刚比我装不到 你这个时候 就可以按压一下 包括这些 就接近发地向的这个位置 就很容易被忽略嘛 现在整个装面呢 都是非常雾面的 那也不会觉得 你这个装感非常重 包括我这边毛孔 就是非常粗大 也是被引起了 像这种粉质非常细的话 即使你后期脸上出油很严重 那这个装面呢 也不会浮粉砍粉 顶多你在这个出油的部位 铺上一层散粉就可以了 有时候出油的时间 比较久的话呢 我就会把这个散粉呢 倒在这种小盒子里面 就这样子随身携带 放到包里面 服装也是非常方便的 好了 今天的这个瑕疵皮的地方方法 大家都学费了吗